這個柯文哲的票 其實他非常重要 年輕票被他緊緊掌握 一定要挖走 好 但同時我們也要講的是 郭八趴 郭爸爸 郭八趴 他也非常重要 所以侯友宜去喊話 我這幾天都有致電郭台銘 我還是要把他那些票 也慢慢拿回來 這裡面可能有更高階層的 或是一些深藍票都有可能 但是今天柯辦繼續酸 柯辦說過去不珍惜 現在不是太晚了一點嗎 之前我們這麼好 你也沒有說去找郭董 但都已經分手了 還有必要這樣嗎 我覺得郭 柯文哲的陣營 目前到目前為止 一直都在做得多 包括剛剛講郭台銘的 都在訴求的是基本盤 黃國昌的那個直播 也是感動自己原本的 原本既有的同文誠而已 你其實找香罵本 應該是在上個禮拜 軍曰之前 你就要去找香罵本 你現在回頭去找香罵本 做不對的事情 我覺得老趙的狀況很簡單 就是說我覺得他第一時間去講說 要把柯文哲壓到兩層以下 因為那時候他第一時間 他要凝聚的是基本盤 然後他覺得說我這個組合還不錯 然後可以壓制柯文哲 可是我覺得他民調太好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老趙出來之後 那個侯康佩的民調太好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好到出他的意外 所以馬上就開始很大肚 柯文哲可以 民眾黨也可以入閣 郭台銘的票我也要 那個不是講給當事人聽的 那是在要你的票 就是說你會看到國民黨 現在的狀況就是不斷的希望 能夠把白的票多便一點來 然後白的就在鞏固那邊基本盤 白的問題就是說他一直沒有跨出去 去爭取更多的新的選票 那國民黨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看起來我已經好像 把柯文哲的狀況 壓制到一定程度了 所以我現在開始表現很大度 希望所有的票能騙過來 郭台銘那個是騙票 那哪裡是真的 那哪裡是真心的妖嬌 郭台銘現在 那一場軍藥羞辱成 國民黨羞辱成什麼樣子 早進來也不會合對不對 國民黨支持者也不會接受 但是我覺得對年輕票 是視覺勝負沒有錯 侯康的狀況是短期之內 現在有年輕票也不會好 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說 我覺得他們現在這個民調會出來 他們要去看到 我覺得民眾好要去注意到 一直看好度 你想說當初侯有儀 從40%一路往下掉的時候 就是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七個民調 連續七個民調 雖然狀況都不好 大家會覺得你不會當選 然後看好度跟支持度就變成是 比較低了 就不斷的交差錯誤 就越來越低對不對 你現在狀況也是一樣 你如果下個禮拜 民調還長成這樣 大家都覺得你柯文哲 如果不會當選的時候 西瓜效應就出來了 因為大家都說 柯文哲的年輕票是鐵板銀塊 高航安的時候也跌到30幾 對不對 高航安那個事情跌到30幾 最近是又拉上來 其實他也是浮動的 對國民黨來講 現在的狀況是說 他一方面跟民眾好是好 另外一個 柯文哲的票不能崩盤 他年輕票不能崩盤 崩盤之後一定是 一定是民進黨拿得多 國民黨拿得少 所以柯文哲要去邊緣的話 他不能把它打死 打死就沒了 打死之後 你就是讓賴清德更高 所以你看老趙現在策略就是說 我不斷的跟你講 你還不錯 然後我實際上是在搶你的票 但是實際上 我就是不打你 不碰你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狀況 其實是這個樣子 來 志然姐你怎麼看趙少康講的這一期話 說以後我們當選的時候 民眾黨可以入閣 我們一起越來越好 一繼續加油 第二個是之前 有入你們的那個20% 他解釋了 不是要真的打20% 你怎麼看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要把你們打到20%一下 我覺得這個就是雖然話給 這無所謂的 這就是大家對自己的信心喊話 覺得很OK 但是我覺得不OK的是 不要一直公然的在那邊分贓 大家還在當這個主持人的時候 就一直在那時候都還沒有當副手 就一直在說 你們這個你們就切一塊肉 就是擠席給民眾黨 讓他們入閣 什麼財政部長 勞動部長 然後什麼長什麼長 通通給民眾黨就好了 反正你們也沒人 國民黨就切一塊給他 然後內閣給誰 什麼給誰 現在當了副手之後更進一步 這個內閣要來給柯文哲 請問一下這件事 有跟侯友宇討論過嗎 怕是沒有 因為本來早上還在說 誰有辦法給兩億元 就影射是郭台銘 到晚上趙少康又改口了 就說應該不是 因為可能又擔心說 郭辦這邊又不高興了 所以我覺得不要這樣子 公然的侮辱選民的智慧 現在選戰都還在開打當中 而且才進入短兵相接的 最後決戰階段 也還沒有看到他們民調穩戰第一 怎麼就有這樣的底氣 開始分贓了呢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還是回到 這個一票歸一票 你們的一票是一票 我們的一票也是一票 中間選民是一票 基本盤也是一票 現在就是看誰能夠想辦法 得到最高的票數 當然我們也知道 國民黨很清楚的戰略 他們想要邊緣化我們 但很清楚是過去 柯文哲從一開始參選的時候 其實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他的民調 大概只有十幾個%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有到 20多個%了 而且是非常穩固的 你說你要把它怎麼樣的打下去 或者是說誰有能力去擴張這個 中間的選民 還有遊遺票 剛剛雨萱講一個東西 我比較不認同 他說現在這些遊遺票 是不會再回歸的 這些遊遺票過去他就是遊遺票了 他過去曾經來到柯文哲這裡 然後他現在回到了基本盤 他未來會不會再回到柯文哲這邊 這件事情是你沒有辦法判斷的 未來就是看誰的表現好 我覺得誰有辦法操作議題 誰有辦法展現政策的能力 誰就能夠得到絕大多數的選票 我再說一件事情 今天有一個教育團體 他們公布了一個調查 他們把柯文哲封為教育小獅王 意思就是說他們給了這個十個 教育的十大問題 然後這十大問題柯文哲都回答了 而且回答得非常好 所以他們給柯文哲很高的評價 而侯友宜這邊提供的是零 零分 那零分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對於教育毫不關注 而且對教育的政策 是沒有長期的論述的 連一份紙本的文宣品 都沒有辦法提供給這個教育團體 所以未來短邊相繼的時候 我相信民眾還是很想知道 誰能夠真正領導這個國家 我們就且戰且走大家看 來 小志王張宇軒 你剛不是要拿那個要秀出來嗎 對 美麗島 來秀一下 這個美麗島來看一下 這是最新的美麗島新民調 好不好 36.3 賴清德 可以看到 侯友宜31.0 柯文哲18.0 雖然這個戰狼小姐姐陳志安說 他不想看美麗島 但是幫我們解析一下 來 宇軒 美麗島對嘛 因為我實在 其實我一直不理解民眾黨說 他不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但沒關係 因為我的意思說 美麗島你要跟這幾份做對照 就是說 我們這樣會變回那個 過去那個叫什麼 1月15號之後 到1月17到1月20號那個民調大戰 你知道嗎 還是先 中民黨不認為美麗島可以參考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民調大戰之後 也沒有拿美麗島出來 不是 因為莊伯仲我認識 所以我不想替他發言 但是我先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包括美麗島這個民調說 賴清德36% 我相信這個東西沒有人會否認 你要說這個數字不準 應該不是這樣吧 對不對 侯友宜31 你要說侯友宜不準 那問題是每一份 基本上平均值大概都是落在31左右 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 唯一大家最有意見可能是這個18 因為18只有跟蓋洛普差不多 但我現在擔心的是 我比較好奇問的一個跡象是什麼 就是說當這個未來的趨勢 在走的時候 因為這個智函小姐姐說 未來柯文哲他有翻盤的可能 首先第一個點就是說 到底接不接受 柯文哲現在在六七份民調裡面 大概是位在兩層上下 甚至跌破兩層這樣的事實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說如果說 所謂的淺層中間由於選票 當初為什麼到柯文哲這邊 因為當初很簡單 有一個邏輯叫做藍白河 藍白河六成選民的非綠選民的概念 就是說 我並沒有特別支持民眾黨 或支持國民黨 但是我對於下架民進黨 是有一定的決心的狀況之下 所以那個時候發生一個狀況 他們會認為說 誰比較強或比較喜歡誰 我比較偏好誰 自然會往那邊投 可是等到藍白破局之後 為什麼這個民調的批變 藍白破局之後 一個上升6% 一個下降5% 或者說兩個在伯仲之間 大概5.5 再上上下下 差距一次拉到10% 因為當整個結論定調之後 各自的副手提出來之後 這些中間選民決定了 他們認為比較強的人選 是 沒錯 所以我現在好奇的是說 現在柯文哲 如果說真的要超音感美 你要把柯文哲做了 然後再贏掉賴心得的36% 代表你至少要增加16%的選票 在這短短的45天之內 其中你還必須要證明說 自己比國民黨強 因為現在很多人 如同剛才的消息也說 這些人有機會猶疑回來 但他們為什麼會猶疑到侯康佩去 因為他們認為這一組能贏 40民調也證明說 他們確實能贏 對不對 只差3%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已經產生西瓜效應的狀況 第一個你要怎麼把它換回來 一直靠說打國民黨壞壞 國民黨兩億嗎 這個真的會有用嗎 這是一個策略嗎 我打成一個問號 再來如果說原本藍白 現在五點聲明 都還共同存在的話 下架民進黨是我一共識 但為什麼我只看到民眾黨 這幾天不斷的打國民黨 因為如果說他沒有辦法一次 把18% 16%的民調 在45天之內打回來 最後結果就是讓賴清德當選 所以這個東西我百思不得其解 來 志安姐 到底如果在40幾天之內 提高16%或18%的這個民調 能夠超越不管是侯友宜 不管是賴清德 首先就是說登記之後 的確有一波對於副手的關注 跟這個慶祝行情 還有在藍白分手之後的 一些整體輿情的操作 還是有影響的 首先這個蕭美琴跟趙大哥 其實大家一般的民眾 算是比較認識的 我們的副手也就是吳欣盈 很多人相對來說比較不熟悉 所以你去看那個分析圖上 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對於這個副手 能不能夠有效的 挹注柯文哲 或者是能不能夠幫他加分 這件事情 大家是存疑的態度 是比較保留的 這當然就是我 未來我們後續要加溫的地方 因為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糾結在藍白河 沒有辦法好好的把我們的副手 端出來跟大家 來做一些介紹 所以未來吳欣盈他的專長 不管是在外交 國際或財經 各個方面 他的專長要 有必要 好好的來跟民眾說明 然後讓大家更加認識他 第二個就是 有很多的中間選民 跟年輕選民 其實他們對於藍白河 到最後的一個月的時間 他們對柯文哲 有一些的情緒在 因為他們就認為說 為什麼還要一直跟這個 國民人咬咬地 人家都把你們罵得這麼兇了 然後就是一直不停的這個 反咬 然後操作 或放話各種的東西都來 那這還有什麼好合的 那操作到最後一天 所謂的軍樂會的時候開私了 其實那個場面 真的是不好看的 所以的確有很多的中間選民 跟年輕的選民 他們開始傾向不表態 所以你看不表態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反觀 因為趙大哥 他去當副手 所以很多的深藍選民歸對了 那這個呢 的確是一時的慶祝行情跟操作 我認為他只是短暫的 那麼接下來隨著我們把這個副手 他的專長 還有他能夠跟柯文哲 互相搭配的地方 還有他的優勢展現出來的時候 慢慢就可以 米平這些這個差異性 那剛剛雨萱說 我們一直在炮口對準國民黨 其實喔 你們去看看那個政論節目上頭 國民黨對於民眾黨的攻擊還少嗎 從整合的期間 就不斷的在發動攻擊 而且我非常的不能夠接受一件事情 就像林濤像這樣子的發言人 他們用那種非常戲虐的方式 說什麼你們就推阿伯出去 晒在太陽 要多關心他 要關心他的這個精神狀態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分手不出惡言 我們到現在也沒有這樣子去 對你們做一些人身攻擊 那相較之下 我覺得這個禮節還是要顧倒 彼此的尊重還是要有的 過去柯文哲一直在主張說 沒有藍白和 也要藍白和 和平的和 也就是說未來我們在這個聯合政府 還是希望大家是一個比較中道理性 可以就政策來做討論 論述 然後讓國家更好的方向去推動 現在如果說要一支這個黑話醜化 民眾黨的話也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會堅持走自己的路 你剛剛問到幾個點 我剛剛已經說了 路戰的部分雖然我們不在行 但是我們會努力去做 然後空戰的部分 這總是我們的優勢了吧 我們現在已經具體的提出來了 幾個節目的規劃 也不會像是過去韓總 過去的操作的方式 他可能是自己一個人直播 或者是幾個直播主來幫忙直播 我們會有全新的一套的戰略模式 另外就是針對政策的部分 過去韓總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 在政策的分析 還有年輕選票 其實韓總過去的年輕選票 恐怕跟柯文哲之間 還有一段的落差 而這些年輕的選票 高知識分子的選票 他們是會不停的擴散的 還有我們的客廳計畫 跟家裡頭的長輩做溝通 進一步的去把我們的長者票 把他拉過來 其實有好幾套戰略會同時的進行 來 靖遠 當然 這個第一個 剛才這個看起來 智函也在講 沒有排除這個未來聯合政府 這件事情 那我不確定那個聯合政府 是柯文哲執政的聯合政府 還是國民黨 執政之下的聯合政府 這個是第一個 那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說 接下來要怎麼樣去合作 欸 不要怪林濤太多 因為他要幫他這個老闆 這個精產脫客 好不好 這個 對 這個 他現在這樣狂罵 大家就忘記說 一切 一切是朱立倫搞出來了 柯文哲有現在這樣子的 他在講什麼 對這個 柯文哲有現在的民調 我覺得要謝謝朱立倫比較多 可是問題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現在這樣子的民調數字 柯文哲有沒有辦法 繼續維持下去 因為柯文哲現在要面對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經歷了那一天 這個 簽了六點聲明之後 他自己民眾黨黨支持者 以及柯文哲支持者 是有一些反抬 就是說 我挺你挺到底 結果你好像要把我們 賣了也賣到底 然後這個過了兩天 這個翻臉之後 突然現在講說 這個要我們又繼續支持你 我覺得在心理上 他們可能會比較難以接受 那藍軍的支持者 現在看起來 暫時這些可能 本身 該歸隊的基本盤 就已經歸隊了 對於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說 現在第一 基本盤歸隊 歸隊之後很簡單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 繼續去突破 往前走 那比如說像這個去檢討 這個 民進黨過去八年的執政 接下來會是這個選戰的組裝 因為確實你在看這個數字 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樂觀 就是說我們確實是有機會 能夠贏過民進黨 這個是很簡單的數學問題 我覺得還有一個可以來參考 就是你的聲量走勢 就是網路的這些聲量等等 你可以看到 趙少康真的很適合打空戰 雖然民眾黨也很適合 也覺得它是他們的強項 但你看光看副手這個地方 是不是就差蠻多的 趙少康這個 個十百千萬 十萬囉 十八萬多 無信儀只有七萬八 蕭美琴四萬五 不過這個聲量高 同時也會有一些bug 像是你看到 這個正負聲量保 趙少康的部分 竟然有負面有四萬九千多筆 無信有一萬九千多筆 反而是蕭美琴 沒有講話最好 才八千四百多筆 但是它的這個正面的看好度也很低 才六千八百多 來猴子哥你怎麼從民調 解讀到這個網路聲量表 老奏當然是聲量厲害 然後仇恨值也高 這是事實不用去否認 但是就是說 副手的仇恨值沒有 震得來的那麼重要 你可能你比較少會因為 副手的仇恨值去說我不投你 那老趙的最大的特色其實是 他是想選戰的最大的作用 除了是讓藍軍歸隊之外 另外就是 有一定程度的壓制了 柯文哲的空戰能力 他在議題設定上面 各方面來講比 比柯文哲精準的多 而且強的地區很多的聲量 這是民眾必須要去注意的 就是說當你有一個 同樣有一個創造高聲量能力的時候 你原本殺異理論就會出問題 你說今天照照樣聲量高 然後他就是來打壓是 譬如說柯文哲殺異理論 我跟你搶議題 那原本的狀況是 殺異理論是我只要有議題 就是好議題 任何議題都是好議題 是 然後等到這個議題變成負面的時候 我再創造下一個議題 讓你們再跟著我走 直接把他甩掉 問題是你看最近 這幾個議題有點黏住甩不掉 所以柯文哲最強的東西 完全被照照剛斷掉 搞到這個地方會產生一定的壓制 所以民眾好必須要去 就是說你柯文哲再幾次酒家 再幾次的兩億 我跟你講你的計劃 不是被別人搞掉 是被你自己搞掉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想清楚說 我到底要丟什麼東西 我每件事情都要有規劃 有策略的去丟 你不能隨著柯文哲的性子來 不然的話你的票會 是被柯文哲自己搞掉的 不是被別人弄掉的 所以現在他們要開直播或是怎麼樣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我們歡迎一把刷